假年 基督圣体圣雪节 尼撒福音 公读 圣若网福音 那时候 耶稣对犹太人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 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的血 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 在末日 我且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 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 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因父而生活 照样 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不像祖先吃了 玛纳仍然死了 谁吃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上主的圣言 在这里 我下载在生命的饮料 订阅